快往下移 等一下 有了 我是在上个礼拜的那个夏日园里的 真能营里面的这个结业室里面 就是有提案一个就是 这样说不行哦 小美眉的这个性别科普机器人 然后呢 上礼拜提案之后 就是有在那个FB的社团里面 就是征求一些 大家跟我们一起就是做共笔 那因为上周就是结业室的时候也 主持人推荐说可以来今天的大松 再找更多的这个利害的人 跟我们一起做 所以呢今天就来简报了哦 那我们 我自己的公司是十一餐有限公司 然后另外今年有开个协会 是愿景发展协会 那我们觉得就是每天都要不断的 突破限制开创新局 所以我们目前在做很多跟性别相关的议题 那我们公司过去是经营社会企业 然后还有餐厅 那在2018年的时候获得付比式的肯定 那之前也持续的推动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的这个Hack Song 是到APAC的这个在智利所发表的这个App Challenge的 这一个Hack Song 然后那时候做的是一个帮助女性创业家 可以快速的获得银行融资跟投资者投资的一个App 那这一个这样说不行的这个专案 我们是从那个女人迷的这个性别Hack Song里面做发想的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主缘 然后我们主要的主题呢 是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这个通讯软件的插件 像是Lite Bot或者是FB的Bot 然后在这个公司的群组或是这个我们家庭生活的群组里面 如果有人就是例如说上司或是这个同事讲到一些黄色笑话 或者是就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些性别歧视的议题 然后就是会这个Bot会跳出来用一个比较诙谐的语气 去缓解这个尴尬的场面 那这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修正这个群组里面的一个文化 就是让这个讲的人知道说这样讲是不对的 可能会就是在这个国际上是怎么样看的啊 然后会有怎么样的新闻可能会出现等等的 那我们的目标图群就目前就是职场 还有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的这个Lite群组 好那在文心探索的部分我们有做过一些搜寻 曾经受过职场性骚扰的有百分之六十 那这其中百分之六十呢也是每天被跟害者招信相处 有百分之八十 但是呢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九成都是不敢通报的 只有一趴的 因为好像时间有点到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到后面 你可以直接跟大家说你大概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好 那这是我们目前做的初步成果 然后目前我们有做这个有想征答的问卷 那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共笔区 我们目前想要征求的就是工程师 然后对于这个Litebug或是FV2bug有经验的工程师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受过相关的这个言语歧视问题 可以进入我们的共笔区去跟我们一起做共笔 来一起去发想谢谢 谢谢包吾来很精彩的就是就是分享 他的其他的东西都还在他的提案里面 然后大家就是如果对于就做Litebug跟写资袋库有兴趣都可以来到 ividade 费 wants 费是什么